立法院长王金平主动的释出善意探视学生 还公开宣布愿意先立法再审查 王金平的说法完全背离马总统 还有执政团队的底线逐条审查 让国民党的立委也难得对院长说出 感觉像被出卖这样的重话 而马总统发出的声明稿却轻描淡写 他先肯定王院长呼吁学生回家的善意 并且要求党团让行政院版的草案 竞速复尾 马总统虽然被降了应军 但是刻意低调就是要避免再度激化学生的情绪 说实要来看学生却带有澄清大会的意味 立法院长王金平用数字当证据 语中含义我可是很认真协调 怎么能把责任往我身上推 人下来被CUSO携寻出来面对学生的无奈 王金平动作经过精细计算 释出想见学生的善意 国民党立委以为学运困局有解了 团结一心的围绕在身旁 陪开记者会 没想到遇上这一招全都很错愕 非常的错愕 因为我们完全不知道内容 我强烈的感觉院长利用这样子的机会 好像让我们背书一样的来出卖了我们 王金平这季就像闷棍直接打在国民党身上 被解读为马王政争继续斗 但趣味的是 马东东发出新闻稿 确实简单的说 院长要去立院 事前不知情 但乐见院长呼吁学生回家 希望两岸监督条例草案 能尽快复委 所传的王金平豁出去 从冒过不过是执政团队的压力 对国际北新也是政府的问题 而马总统在这时候先忍下来 因为一旦动作过大 肯定会激化学生不满情绪 学生不离场的压力 又全部倒在自己身上 看似在居下风的马总统 一旦王金平在2016还有参选打算 得过的还是马主席这关 马王进退之间各有各的算计 东森新闻政治中心 在台北报道